他突然有一天就有一個 有一個人打電話來給他女婿 說他是他太太的媽媽 他要來找他 他說我的丈母娘我知道是誰 根本不是你這個聲音 他說你不信我出現 我就證明給你看 結果他到他家去 結果那個是非常的 輪過還算漂亮 但已經老摔到 他說怎麼可能一個20多歲的媽媽 他只有最多40多歲的老摔成這樣 後來這個太太沒辦法才跟他講說 其實我現在你認識那個丈母娘 是我的後媽 他的母親真正的母親 其實就是住在大家庭裡面 因為主婦家大業大 所以什麼前進後進 旁邊好幾棟房子 就都是大載院裡面 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吃飯這樣子 然後那載院很大 結果那個這個哥哥長期就 愛攔伴就是去拔掉 就這個女孩的爸爸就說愛攔伴 他常常到賭場去 所以常常不在家 把那個郊妻就放在家裡 那個郊妻就 那時候已經生了一個女兒 結果你知道這個妻子是怎樣 是被他自己的小叔 就跟他小叔有一腿 結果後來被這個哥哥發現是 拿著那個西瓜刀追殺那個哥哥 但後來沒有殺到 可是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就 這個夫妻也做不下去了 所以那個女的就等於說就走了 走的時候聽說也經過很多男人 最後是在賺皮肉錢就對了 所以他到後來就說又老又病 他就覺得他沒有辦法 回去找他簽夫 所以就找女兒 唯一的女兒 就說要因為那個女婿 家裡也有點錢 他跟女兒講說不管你認不認 但是你就是騙你的丈夫 所以說你我還是 我只要你們一筆錢 我能安養就好了 就好像後來給他幾百萬 可是沒有幾年他就病死了 就等於說 可是女婿跟 就是這個女兒跟女婿間 就剛開始有一點 會有點 你媽媽是這樣的 不舒服嗎 還是有這麼劣行 跟自己的小叔做了這個事 然後又跑出去又變成 又淪落 然後又跑到那邊去賣 就什麼工作也不做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OK 我剛才有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她頭腦很好 她說 我說妳女婿要不要 我說妳的結婚對象會怎麼樣 她說要三白 皮膚要白 要唇紅齒白 再來說要身家清白 身家清白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好 來 先休息 身家清白 身家清白 好 因為蔡律師是法律人 你一定看過一些法律案件 或者是你有你的想法 所以你對這個事情很重要 可是你要去怎麼打探起 還有你重視哪些條件 我覺得身家清白是很重要的 什麼叫身家清白 就是家裡的人不要是有人犯罪 其實我覺得對這件事情 我還滿在乎的 對 家裡的 就是親家 親家的 譬如說兄弟姐妹 或者是這個親家 親家跟親家母 我覺得這個我還滿重視的 不能有刑事的閒刻 不能刑事的閒刻 還有嗎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壞習慣呢 壞習慣啦 你要講什麼是壞習慣 抽菸喝酒 抽菸我沒有啦 喝酒我自己也有啊 好色啊 好色啊 他說好色啊 喝酒我自己也有 好色啊 你剛剛說公公很難好色啊 其實我說實話 我自己這樣講啊 如果說公公本身就是三妻四妻的人 其實我會提醒女兒多注意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行為是模仿的 當你的家裡允許說父親是同事可以有很多妻子 這件事情對兒子來講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就我的母親都能忍受這樣的事情 他以後會用這樣的標準去要求他的配偶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必須這樣講 如果自私一點的想法可以不要的話 其實關於如果我的親家是有很多房妻子 甚至曾經有過外遇的行為 其實我是希望不要 那小孩如果我不聽呢 小孩如果不聽那就是他的命了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父母親只能盡力去做這件事情 你能夠在你能力範圍之間 像我媽媽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以前我姐姐跟我姐夫相戀的時候 我姐夫是高雄人 那我媽媽根本不曉得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家庭背景是什麼 他們兩個就愛在一起了 對於我媽媽就帶著我爸爸兩個人 就親裡條條這樣到高雄的深山去 就開著車子去 也沒有事先跟人家講說要去拜訪人家 他就在附近打聽一下說 這一家人是什麼樣的人 老不老實 家裡的環境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很在乎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要把女兒放心交到那個地方去 讓他們可以交往 那如果是不好的對象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對象我覺得不太好 那有什麼樣的風險 你自己要知道 對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但是孩子有孩子的命 小孩要做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你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就跟你講 其實有一個 我自己這邊有個案子就是這樣 媽媽父母親是非常有錢的 大概就是建商的女兒 也只生這個女兒而已 那從小就很寵 所以女孩子才20幾歲就是開著B&W 那帶什麼 帶PP表 然後選擇上下就是名牌的珠寶 PP是什麼 很貴的手條 結果到了POP的時候 你知道就有些人就是這樣子 我要去向哪些女生 我就是要抓幾個標的出來交往這樣子 那這個男孩子就看到那個 富家千金了 就開始跟他交往 對他非常的好 然後自己這個男生也開了一台B&W 然後住一個小套房 然後就跟那女生講說 我們全家人都在國外 都在國外 我父母親都在國外 我姐姐在紐西蘭 我父母親在美國這樣 騙那個女孩子 就意識他們家是也很清白 然後就開始跟這個女孩子交往 交往沒多久的時候 這個爸爸呢 女孩子的爸爸就看著這個男生 親女兒把男生帶回來 你知道嗎 老人家有時候見識多了 他一看就知道這個男生到底是不是這樣的人 他回來就跟女生講說 你說他爸爸在幹嘛 他就說他爸爸在美國什麼銀行做什麼事情 媽媽是個畫家 然後姐姐在紐西蘭念什麼大學 他爸爸就說那如果都是假的呢 他說不可能他不會騙我 你知道這爸爸就幫他做生家調查 這個男生的爸爸是個通緝犯 媽媽已經過世了 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那爸爸很有錢 所以他請這件事做了所有的調查 就跟女兒講 攤給他看 就說這就是他的生家背影 他的真名叫什麼 他家裡住哪裡 戶籍他們在哪裡 然後國中念什麼 高中念什麼 根本沒有大學畢業 這個女兒知道這件事 你就跟爸爸講 我還是要他 喔 我愛到了 所以呢 就愛到了 然後你知道這爸爸非常狠心 爸爸就跟他講說 你要去喔 你要去 我這邊一毛錢都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 我什麼都不給你 這女兒很天真 他就說 這男生說他會養我 他一輩子都愛我 那你放心他會去賺錢 所以女兒就跟家裡 斷絕所有的關係 要走那一天 女兒把所有父母親 給他的名牌包 珠寶 所有東西通通搬走了 通通帶到那個男生那邊 那可以用一陣子喔 用了好一陣 那媽媽 爸爸媽媽怎麼辦 爸爸媽媽就講說 他來找我的時候就說 他要立遺囑 因為他 唯一就只有這個女兒 那他很不甘心 萬一我真的怎麼樣 死了之後 我這些錢給我這個女兒 就是給那個 不要臉的傢伙再用 他就很生氣 所以他一定要寫遺囑 然後他就說 他要怎麼去做分配 後來呢 這個媽媽還是捨不得嘛 就講說 可不可以打個電話去 幫我救救這個女兒 告訴他對方有多壞 打電話給他 他就說 蔡律師你不用跟我說了 我就是愛上他了 而且他對我非常非常好 那我也知道他爸爸是通氣犯 可是他對我很好 我都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大概我就跟他媽媽講 你就不要理他 如果他們賣完手錶 賣完名牌包 還能夠繼續生活 就很不錯 就半年 就半年 這個女孩子把所有的 能夠典當的東西 都賣掉了 沒有錢了 這個男生就跟他說 你要不要回去家裡要錢 女孩子說 我不要 我當時想要跟你在一起 就被打了 這女生說 你就被打了 就被打了 因為你沒有錢了嘛 他要的就是你的錢 那你都沒有錢了 他要你幹什麼 這女生就自己講笑話 有一個女兒 他也是就是想要相親 然後就找人來 就三個人來 一個說 我有現金一千萬 條件怎麼樣 不錯 他就說 我沒有現金一千萬 我只有一棟房子 可是他只是三千萬 那第三個說 你咧 我也沒有一千萬 我也沒有一棟房子 你有什麼 我有一個兒子 在你 小兒子要不要倒來 這事情告訴我們說 關鍵時刻要有自己的 可是現在啊 好開心 真的 我覺得這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說很多男生 也在像這些有錢的女兒 很 我聽到有一些真的是 這是拿錢去救女兒出來的 對 有一個案子 這是最經典的 這之前是媒體有出來 後來結論 我先講結論 這位富家千金 就是帶了兩個小孩 逃離富家 用逃離的方式 這孩子沒有多久 是前面一陣子的時間 那還是就是交往 一般交往就經過朋友介紹 那當然你知道 那個事也是這樣 對方早就相中他了 經過他的朋友就認識了 那時候說 真的男生也很酷 他的工作也帶回家 他的爸爸看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富家的那個地方嘛 然後兩個姐姐的那個地方啊 那看起來也沒什麼差別 然後就努力工作 然後但是就是這樣 這個女生是真的很有錢 他父母親也有錢 然後這男生的家裡 其實普普通通 房子也不怎麼樣 那在外面工作 那因為他是努力工作 所以他岳父就說 要不然你就到我們公司 來上班幫忙 那當然這個女兒也算開心 他掌上明珠 爸爸也賞識他的老公 就把他過來 然後這男生也努力工作 就慢慢做做做做 做到他的這個爸爸的這個 非常高階的主管 就是做到做 結果怎麼樣呢 他掌握了這家公司的財務 慢慢的掏 喔 掏 喔 有計畫的 對 掏 然後掏了最後就 雖然一個支票跳票了嘛 就引狼入室了 對 跳票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們家已經 被掏光了 可是這裡還有一個重點喔 這個男生在左邊掏的時候 右邊已經在外面兩個小的了 哇 哇 這因為你知道 通常女生是這樣子 看到先生努力工作嘛 家境好 他會做什麼東西 回去照顧他兩個小孩 所以他就回去照了兩個小孩 然後父親知道就病 就疾病了 那時候他媽媽 急攻心了 對 他媽媽已經早就 就已經不見了 就是已經先往生了 然後其實最令人 那個我記得看那個內容裡面 讓人最難過的事情 是他父親在走的時候 說一句話說 我能夠給你都給你了 女兒你好好保重 對 那怎麼辦呢 那現在這個 這個老公幾乎就已經 把前居令族炒了嘛 他自己也沒有房子 因此他就去 那那個夫家也不要留他 那怎麼辦 他就去依靠這個 他先生的兩個姐姐 因為當時也有站住他姐姐 他姐姐房子也他們家買的 結果去的時候 有來讓他住了 可是就是冷言冷吵嘛 就是東西可能不是那麼好 小孩子也沒照顧 然後整個就是想辦法逼走 那他每次說 你的房子是我供的啊 你怎麼樣啊 那對方也沒有明來 就暗底來 就沒有只差沒餐延而已 最後結果上 媒體最後的結果之後 趕快脫離這個家人 自己出去打拚 這個結果就是這樣 看錯一個人 家也沒了 爸也沒了 老公也沒了 可怕 而且最難的是有計劃 對 有計劃 那現在的新聞 先休息一下